也有很多高息股可以選擇 觀眾也想問這個時候應該去做高息定存好 還是勾位去買高息股好呢? 我想要看回投資者的風險取態 始終你高息定存的話 風險信率比較小一點 而一些高息股有機會在一個賺取利息的時候 可能更加核心的因素就是股份的股價的變動 是會對整個盈利產生更加重要的影響 如果長線來看的話 正如剛才所說 我相信港股現在整個大市或者不少的板塊 暫時仍然處於一個比較低估值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中長線的投資價值是會突顯出來的 所以如果是一個比較年輕一點的投資者 是想著中長期去拿的 我覺得買一些高息股其實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以現在市況來看 反而如果是短炒 比如說可能我都想著半年一年持有的話 相對來說高息定期就會是一個比較平穩一點的做法 特別是現在講的未來美國的經濟 或者內地整個市場的經濟復甦 暫時是仍然面對著比較大的不確定性的因素之下 如果高息股你自己有沒有一些心碎 有啊 高息股的話 其實我自己都頗為看好是三大總資電信股的 正如剛才Irene所講的 其實三大總資電信股我自己也是更加鍾情於中而動 因為中而動除了剛剛公佈上半年業績 有一個比較大的派息增長之外 另外也預期2023年 講的派息比率有機會達到七成 我想對應往後的一個估值水率是有機會逼近十來的水平 再加上與一個基本面來看的話 中而動始終帶著業績增長最大的因素 是一個五豬業務的發展 而截至今年上半年 中而動五豬客的那個量已經突破了五個億 比起其他兩大總資電信股是要領先得不少的 我相信在這個情況之下 對於中而動未來一個業績的增長 還會帶來一個比較持久一點的影響 所以基本面又不錯 再加上收息又不錯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都是一個對抗波動市況 一個比較可以考慮的股份